亲爱的对内刺客领导人和俄罗斯执政党秘书长兴奋的紧紧相拥 欢庆回归祖国尽在咫尺 俄罗斯在控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举行入俄公投 27号结果出炉一如预期全都高票通过 对内刺客和卢干斯克支持率达99.23%以及98.42% 扎波罗热油93.11% 赫尔松也有超过87% 四大区合计占乌克兰领土的15% 总面积远有9万平方公里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囊中物 罗干斯克选委会已经高唱俄罗斯国歌 当地亲爱领导人打算隔天马上向普丁提交文件 要求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实体领土 俄罗斯上院议长证时 考虑在10月4号 也就是普丁70岁大售的前三天 正式兼并四驱领土 作为普丁祝寿大礼 西方国家纷纷谴责 公投形同一场骗局 中国面对好朋友普丁搞病吞 也说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听起来却更像是敢怒不敢言 美联社报导公投结果 让西方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更加紧张 特别是莫斯科暗示 可能动用核武来捍卫自身领土 俄罗斯现任的国安会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甚至大胆预测 就算动了核武 西方国家求自保也不会干预 西方不断升级警告 持续喊话莫斯科核战绝不可行 就怕恳切呼吁 却被普丁当成耳边封 近新闻吴洛颖王启帆报导